有一位香炎禅师 出家之后也是广学经论 学了很多很多 后来在伟山禅师那里 禅师问他 听说你之前学了很多 某某大德都赞叹你 很有智慧 辩才俱足 那我今天也不问你别的 抛开你前面学的这种种经文 我只问你一句 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这个话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最早就是这么问 父母未生前本来灭目 香炎禅师被这么一问 遍体汗流 找不到答案 因为经上没有说这个事情 查不到这个经文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是禅宗祖师说出来的 然后跟禅师说 等我回去查查 回去翻经查论 把他之前学过的 重新再找一遍 查了好几天 找不到答案 就来问 哪个是我父母 未生前本来没有 你说说的 禅师就说 我不能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 你将来会恨我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回去自己解决 香炎禅师一气之下 回去把全部的经论都不要了 说发誓这辈子不再学佛法了 前面学的这么多 这个问题解决不掉 于是离开禅师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自己去耕田 准备养老了 所以我学的外面的东西 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学的干嘛 问师父 师父又不说 耕田种地 像个农民一样 过了若干年 有一天 在地里面耕田 忽然听到 瓦片 敲打那个竹子的声音 就是很平常的声音 有人可能捡到瓦片 丢出去 砸到那个竹竹子 豁然大悟 回来沐浴更衣 粉香 像禅师所在的方位 磕头 顶礼赶根 感谢师父 没有为我说破 才有今日之悟 到底悟了什么 不说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但是这些呢 一般人 没有办法 从迹象上去捕捉 不是从外面进来的 本有家珍啊 法华经上的比喻啊 一笛明珠啊 非从外德 自信本有家珍 忽然一招发现 这叫般若智慧 起作用了